我就覺得怎麼會 那時候要來我家看貓的這種梗 一天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現在出事的時候 然後我問B君說 呵呵所以是要我幫你收餐的嗎 男生竟然說這麼沒有風度 M先生控你身劈腿 再曬手寫道歉信 陳辰薇要我幫你收餐嗎 IP沒風度 道雷王 感謝小店團 付予我的期待 我想今天應該是我的大日子 11月30號中值班獎典禮 樂天桃園外野手陳辰薇 拿下個人生涯第二座道雷王 阿舅這麼嘟嘟好 當天她爆出當人小王 介入樂天女孩妮宣跟男友M先生 看來道雷王真的很會道女 認知科技產業的33歲M先生 向三粒新聞網爆料 自己是7月開始跟妮宣交往 期間她去多次跟前任陳辰薇 武斷撕連 男方不僅常常半夜打電話來 妮宣還以練舞 借宿其他女孩加回郵 尤其是是在陳辰薇假中過夜 雙方11月23號死破臉分手 M先生表示 從頭到尾都是陳辰薇主動 不吞不下這口氣 希望她不開道歉 我一番的話就打開 我那個陳辰薇打電話 她的鏡頭 她相簿一打開 就看到 三張陳辰薇傳遞一支照片 因為她可能今天要去參加那個伴養店 所以我們上網 一間點 零一間 那個路 竟然在路陳辰薇的貓 那就代表她去她家嘛 當然我也會問她 我看 陳辰薇其實從頭到尾都清楚 我不希望你們兩個聯絡 她也知道 那我說陳辰薇是聯絡 因為她是理由 她也知道 那我很生氣啊 我當然就跟她拿來 陳辰薇的聯絡方式 她給我的理由是說 因為她們兩個人兩隻的貓 然後比貓生病了 嗯 問題就比較難談 她的態度啊 只會有 直接接觸她家的可能性 問這誰是誰可以接受 我就覺得 欸怎麼會那種 要不要來我家看貓 的動作 不然會發生這種事情 耳魔貓呢 你今晚耳夢 M先生提供談判分手的對話截圖 妮宣除了不斷道歉也表示 我已經做好被退團的心理準備 工作民生都會一無所有 如果你真要這麼做 就是置我於死地 事後呢也發出聲明 M先生將部分對話內容短章取義 本人與陳辰薇 竟是朋友關係 在網上的話 陳辰薇在跟你選搖身小孩的 男生女生啊 男生女生啊 請問你會跟你的前女友 搖身小孩的事情 而且你的前女友還有男朋友 這樣跟我說你跟他很正常 朋友關係 我不想說 然後他們兩個的對話 雖然說都已經占掉了 可是公罩不會占掉 所以公罩上面就有料理說 嗯 前面他們兩個關係不可能要好 人家出事的時候 沒有問題 說喝喝 所以只要我幫你收盤 男生竟然 為什麼沒有充滿 但是妮瑄質疑 M先生根本從一開始就策劃好這一切 M先生對此 再發出聲明 妮瑄發出的現實動態上 並無任何我的回應 可以製造方向 我不會再與妮瑄做無意義的交涉溝通 期盼事件能盡快落幕 並曝光妮瑄的手寫道歉信 我是一個很糟糕的女生 是我做錯了 舉行呢 M先生還得到一個說法 當晚留宿在晨晨薇家中的 有另外兩位樂天啦啦隊成員 晨晨薇表示他們一起睡客房 我問她要不要來 決定在於她 我家其實平常就會有朋友來借助 沒有任何感情問題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後